范冰冰和李晨度假结束回京,女方一个动作爱意满满。 今日下午,有网友在拉斯维加斯目睹范冰冰和李晨现身机场,该网友说,两个人被一台劳斯莱斯和两台凯迪拉克萨护送至机场,而且行李中有不少奢侈品手带。 看来,两个人已经结束三周年度假,要启程回到北京了。 在视频截图中,可以看到李晨戴着一顶棒球帽,和一副黑色大口罩,而范冰冰戴着宽边帽子,和一副黑色墨镜,两个人周围确实堆满了行李,而且旁边还有一位助理。 范冰冰冰和李晨全程窃窃私语,两个人正在商量着什么,也许是国内的事情吧。 不过,虽然范冰冰处于风口浪尖之上,但是对李晨的爱意还是满满的,在聊天过程中,范冰冰用手将李晨的口罩证了证,如此的关心大黑牛,看来范冰冰终究是找到了最终的归宿。 范冰冰冰和李晨在5月29日,两人恋爱三周年的时候出发去了美国拉斯维加斯度假,彼时被房间猜测是去那里顺道拍摄婚纱照,毕竟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 在去了拉斯维加斯的第一天,范冰冰还去迪林习翁的演唱会看了表演,并且在后台和欧美歌谈天后席林迪翁合了影,彼时迪林习翁也是非常高兴,在第二天还亲自发推感谢范冰冰的到来,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来中国旅行。 而范冰冰冰也在推上恢复了迪林习翁。 彼时范冰冰与迪林习翁合影时,脖子上的心形碎钻项链非常耀眼,让坊间的很多人猜测是李晨送的恋爱三周年礼物。 记得李晨曾经给自己的前任女友们都送心形石头,而到了范冰冰这里,就是心形碎钻了,这区别对待可见一般。 目前,范冰冰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,因为崔永元那一边不依不饶的炮空从而导致阴阳合同被披露,并且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。 两个人自翻回到国内,势必会做一番回应或者做一些事情上的处理,毕竟再不回去黄花菜都亮了。